但如果真的快說了 內銀股是否一樣都可以繼續看好呢 內銀股我們喜歡的 我們上年來計就操作了三隻 包括招行就買不到 所以實際上操作了兩隻 就是郵柱行和建行 我想如果大家有跟足之前的節目的話 都應該非常開心 好了 去到現在為止 我們有少許修改 修改的意思是我們還喜歡這個內銀 暫時來計 特別是出第一季的快報 我們可以預計到在收入方面 息差的售壓應該就緩和了 支出方面不會有太大改變 雖然三月份內地經濟是滑落了 但是壞帳是滯厚於經濟的 所以第一季的資產質素應該不會怎麼惡化 所以總體上來說 今年第一季應該維持到去年第四季的情況 應該業績也是OK的 所以可以繼續留意的 不過我將它分成兩部分 如果以收息為主 主要是四大內銀 我們現在就會選擇工行 還有選擇農行 主要來講的原因很簡單 我不細分去講 他們的估值其實很接近 但是看PPOP Position Operating Profit 一個叫做撥備前利潤 如果真正行兩間公司 或者叫銀行的營運效率的話 四大內銀行 農行 好大家先發掌 是做得好的 所以我坦白說 3月31日之後 有十家八家公司 我叫做打PPOP股 它的業績是比我們的預期差 的確股價是 跟著來說是跌到一波一路的 所以做得好的我們要賺 做得不好的要打PPOP 這個我覺得 是令到大家形象化 知道哪些 至少業績上是好和不好 所以農行 工行我覺得我會選擇 多講油儲行的 但是我們上年已經炒了三次 每次有兩成 第四季的貴跡 我不算太收復 所以比較之下 似乎又是招行跑出來 不過招行還是有點貴 所以我們看好三隻 招行、農行 以及工行 但是但是不要拍機 買貨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這些價位 我不是很賣得下注 例如我們講農行 農行是 打多個號碼 一二八八 是 農行 又剩下一點 三分零一 我要去到兩個 兩個八 兩個九 起碼兩個九以下 或者兩個八 我才上賣 因為收息不是大了 如果它動幾個百分比 其實你都抹走了大部分的收息 所以我盡量希望是一個比較低一點的價格 希望做到就是賺息又賺價 那就開心了 剛剛我們的觀眾 Catherine想問農行 你都答了她一半問題 其實她想問一二八八走勢怎麼看 放水對她有沒有利 她說什麼位可以加上網 什麼位 好 剛才大概說了兩個九 或者最好兩個八 兩個八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看到哪個位 這個問題就是看你看多久 究竟是看純粹炒降進 還是看三個月 還是看半年 我定位三至六個月 那我自己覺得 那又不是很多 說真的 我想最多以半年去計 都是看三個二 如果這樣看 我兩個九萬 就只有十個百分比 是的 我很坦白說 我覺得 由上一波 你看四大行也是 由一月份開始炒到上去 上去二月十一號那些位置 那一波的升勢 我覺得有點over 你要在短片裏面 重演這一波的升浪 來舉個例子 當時的農行 是由十二月三十一號 收市是兩個六號八 升到二月十一號 一個月多十一日 是升到最高三個一號半 我又覺得 比較難重演那一輪 因為那輪市況好 大家又很想買一些收息東西 所有資金都推進去 那就形成了一波這麼強勁的升浪 所以我看好還看好 那我覺得 不會好像一月份升得這麼急 就是升得這麼急 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剛才有說 如果內銀 那其中一隻 你會看好的招行 那chart room 有人就想問 究竟什麼位置可以進去呢 其實是到過的 我都沒有變過 那我想都要成 差不多是五十五十五十六塊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我有解釋 大家一聽到 不是吧 最近都跌了一些 之前其實高位做過六十七十塊 為什麼要五十五五十六才買 很簡單 因為其實招行是 他PVOP去到14% 是比其他內銀贏太多了 但問題呢 他都比其他內銀貴太多了 那如果我如果有一個很貴的股值去買他的話 那其實市場上都可以選擇 我不一定買內銀的 就是想想 我買他 因為他比其他的銀行股 增長得好些 但你說增長的 就不一定是說他 所以我不一定買內銀的 所以我會用其他的股份做比較的話 既然他不夠便宜的話 那我就買其他 所以我擺的價錢 其實五十五塊也不算很便宜 當其他內銀的PVOP是說 0.5、0.6的話 其實市場真的太誇張 當然貴的有道理 但當然也這麼說 其實在3月14、3月15、3月16 事後馬後跑這麼說 都讓你買的 所以我經常說 供貨是要提前做的 你要知道每間公司的基本營運 他值多少錢 去到3月15日 你會知道 當時發生的事情 其實不是很影響內銀的 他不是中概股 他不是科技股 是不是 而他五十五這些可能 講誇張一點 有金生母來勢 你3月15、16、17 你就夠膽下注 但反過來 你都不熟這間股票的 看報紙 當然經濟部份好 看到推介了 我再想 就遲了 所以我想55、56元